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Hey5 突發事件,突發事件 昨天這件事我放在網上跟大家討論 網上很多人笑比哈哈的佔多數 生氣的佔少數 可能我又說得不清楚 不過我最不解就是突發群組把我的相片刪除 但是原因並非觸及到任何人的私隱 原因是說我沒有在那張圖上加一個時間和地點 我撐你的肺,我說在土瓜人發現這件事 時間就是在我出帖的時候沒有時間 他用了一個原因去刪除這張照片 其實我今天想說就是這個小朋友在街上 其實當時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事發就是我和希哥吃完飯之後 就逛街街,打算散步 然後就走到一個叫做米國冒險洛陽的門外 希哥突然說 你說 嘩,你見不見到他? 他沒有戴口罩睡了,是不是這麼晚? 因為我們前幾天看完你的空靈劑 所以我以為我看到這些不乾淨的東西 是的,一開始他那一刻我都嚇到 因為通常他的姿勢 有些網友都說 他說要是在上面掉下來 要是在下面走上來 那件事很恐怖 但是更恐怖的就是 那些圖人走過好像看不到 是的,這一刻就很恐怖了 那些人好像是完全看不到這個年輕人的 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幸好我看到,氣過看到 拿個手機出來一拍是可以攝到他的 如果不是,是鬼來的 那其實呢 我一開始是不清楚他裡面所有人的關係 我都是上網看,聽到那些人說 我才會猜到的 所以我放上網,不是說做些什麼 那一來我就是全部撞到他們 另外呢 就是討論這件事 討論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既然他的家長這樣 有個孩子在街上這樣 他是不介意圖人的目光的 有些就說 教兒子教女兒就回家 但是他就是 這樣放在地上 不是他放在地上 那個年輕人可能自己在那裡睡 其實幾件事 都看到有些人就會覺得 因為人家教兒子關你什麼事 但是當時我不知道人家在教兒子 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我跟希哥看一看 是喔 周圍看一看 又沒有人理會 走著走著走著過 人是一個羊群心理的動物 有人進去就有人進去 沒有人進去就沒有人進去 我就表示關心 看一看周圍 有個女人走過我身邊 就是這樣說 是走過我身邊 但是走過我身邊的女人 並非是她家長 那個女人說 不要理她 不要理她 但是說這句話的女人 不是她家長 是路人 有些網友可能誤會了 說這句話的人 就是她媽媽 肯定不是 我告訴你 肯定不是 因為我原來翻查在網上紀錄 這一對 應該 我估計是母子 其實我估計是母子 我也不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人 在旁邊的性別 最初我覺得 最初是一個四眼仔 以為是四眼仔 有短頭髮 因為在網上 之前已經有一張類似的圖片 有人放上網 但是那個小孩 就坐在那裡 未至於躺下 都是在街上 好像也是差不多 坐在那裡 她拍到就坐在那裡 她拍到就坐在那裡 今次就是在地上滾 感覺是相當恐怖 而且那個小孩都不是很小 感覺上 這個小孩本身有目的地 就是進去冒險的樂園 然後其實不是打算玩的 純粹進去參觀 參觀看看賭場是如何 出來之後 她依然在那裡 因為我們進去觀察了差不多十分鐘 她還在那裡 沒有人理她 沒有人理她 我唯有放在網上問 其實我想知道 這個情況在這個島瓜灣 是不是經常發生 最後我發覺 是經常發生的 這個小孩是經常在地上滾 我今天看到一個報紙 那個兒童 有時候有些管教不善 又會做傻事 有些就被人半夜烹出街 九歲 都是差不多一年多 有個小學三年級的小孩 就八歲在學校跳了 這些是一些不開心的事 有個小孩九歲 就半夜被她媽媽烹出街 在公園過夜 幸好有個叫做 善心的保安員 去照顧她 問她什麼事 這樣也叫好 如果不是 你說給一些不法之徒 我不知道她做什麼 雖然這麼大 捉她也沒用 但也可能會 我們不知道 不法之徒 我們不是 小孩始終都有危險 對 你遇到戀童 對 對 對 或者拐子佬 抓了她去恨黑 怎麼辦 戀童 走去禁室培育 就麻煩了 到時候人家有個污點 然後又跑去跳 對不對 我們是討論的 我們不是想什麼 你家長也不介意放在街上 是香港人走過也看到 純粹討論一下這件事又如何 我看到之前有人拍過 這個年輕人已經在那裡一帶 曾經有女兒的習慣 都有 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看到照片 他身邊也有一個戴著眼鏡短頭髮 那你眼鏡短頭髮 其實在香港有些男生都是這樣的造型 那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那那個人 不知道男還是女 站在旁邊就是搖手機 因為我遠 你看到我的照片也是遠 那我看不到他的性別 那我估計 那個站在旁邊的那個應該是他的家長 或者是家務人 有一個小孩在那邊看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在外國人說 外國也是這樣管教小朋友 香港人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 這個盲腸就在這裡 喂 他現在在疫症大流行 正所謂香港又要打針又要防疫的時間 他沒有戴口罩 為什麼希哥覺得他是 你看到嗎 是呀 Ju覺得是沒有戴口罩 好見 我清楚看到他的五官 在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如果你清楚看到那個白 走過你 看到他沒有戴口罩 或者有些人沒有戴口罩 在你身邊走過 你應該是避他的 你明白嗎 現在是每個人防疫 有他們的意識 喂 你可以給孩子在地上滾 但他也要戴口罩 但如果問題是他不肯戴口罩 那你不要讓他出街 對嗎 但是如果他出街 可能每個人都有他的家庭問題 就是嘉嘉的那本難念的經 但其實那個小朋友 是什麼事呢 因為我看的樣子又好像是 我看不出來 正常和不正常的樣子都看不出來 真的很難看的 他身邊的人 就不清楚是他的誰 雖然他沒有離開 他也有在旁邊陪伴 但他情感上 是不是少了些支援 你會不會是 其實了解一下小朋友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 會不會問一下他 你是不是累 我們去的地方 你不敢興趣 還是怎樣 要了解他為什麼作出這個行為 如果你跟小朋友說 不要什麼什麼 不要這件事很抽象 他可能聽不懂 我不知道 因為他的情況 後面那件事 不要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就很形象化 一對小朋友說 他只收到後面那個 也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問一下小朋友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 他是探索這個世界 還是他純粹覺得累 還是他有其他的不滿 不要溝通之下 沒有的 他站在旁邊就搖手機 沒事的 小朋友在那裡躺就搖手機 他累了 他累了 不是 那麼累 就帶他回家 你說得對 這件事 情感上的支援 是啊 你不理他 就讓他放在那裡 你是看著他 他安全 但你沒有支援他 情感上 要問一下他 怎樣 你想怎樣 罵又罵過 現在又不能打 你小朋友 你罵 總之你負面的情緒 小朋友正是接觸到情緒 你說什麼他聽不入耳 他只是 你焦慮他就焦慮 他不明白 他也害怕小朋友收不到 所以罵也是沒什麼意思 其實很難教 小朋友也真的 不生是最好的 當然 不生是最好的 但也很慘 小朋友我覺得是一個探索的階段 是他人生裡面 香港有什麼地方可以探索 滾地沙毛 滾街邊 滾石屎地 說真的 如果不是疫症 我就不理他了 說真的 你不是疫症 我理他什麼 在街上有家長在 是不是 躺在那裡滾滾滾 沒有所謂 但你不戴口罩在那裡滾 如果我不清楚 即是不清楚那個情況 當時報警有警察來 是拘捕人的 我肯定 跟他說 建議 應該是怎樣做 現在是一個什麼環境 這樣做 會引致什麼什麼 跟他談 問一下他為什麼 這些就是新教 可能他接受那個教育 小時候都是這樣 不理不理 家長都是不理 不理他自己會什麼 或者他上次都是這樣 這些小朋友多次都是這樣 我媽媽以前怎樣對我 通常他會在耳邊跟我說 我小時候 現在的人千萬不要學 我媽媽小時候會跟我說 我回家我就打死你 回家就教訓你 通常回家住你 不是 打死的 通常說是打死你 然後回家就被人打死 他不會有一個教訓的 沒有那麼斯文的 他有一個阻嚇性的 我們小時候做過一些頑皮的事情 這樣做之後 被受到恐嚇 我們經常活在驚恐當中 會令到不安自卑 這是反面教材 不安自卑就是你的想法 有時候小孩子的想法是古靈精貴 你想不到的 我好像現在經常講佛學 我小時候接收什麼 接收到仇恨 我小時候一度打算大的時候 殺死他們全部 我小時候當然沒有做 我告訴你 一個小朋友的內心世界是什麼 你打我 為什麼我不可以打你 有一天我長大我就打回來 那時候小時候是這樣想的 我對著我打過我的大人 我也是這樣想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還手 我也是十三四歲 打回我媽媽 那你打我打你 小時候 你會一種暴力的反射 我現在不夠你打 你可以韓服我 因為是你的暴力能夠韓服我 當有一天我暴力能夠韓服你 就反過來 等於那一套part time girlfriend 鄧月萍跟他爸爸說 他說 你這樣困著狗 拿著盆蓋住他 將來他老了 不懂得動 我這樣綁住你 行不行 就是一個反過來 但他爸爸不聽了 現在我打你 我現在打到 我夠你打 我就打你 所以告訴你 暴力是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這個 抹掉他 不可以做這件事 首先說一下 不可以做這件事 不然小朋友在一邊很多仇恨 另外就是說 你應該怎麼去教導他 其實我真的不是專家 純粹是想探討這件事 應該怎麼做 我自己 將他斷圓 我不生就最好 我搞不定就不生 但有些人不是 任何的原因 令到帶了小朋友來這個世界 他又不算不理 因為有些真的不理 那些 簡直是真的不理 他在這裡就是這樣 你看 之前在 是他走過去也可以 是啊 所以走在我身邊跟我說 不要管他有他睡 不要管他有他睡 那時候我以為那個是老母 我沒有看過網友之前 鋪過這些照片 我不知道那個旁邊那個是 監戶人 是啊 所以覺得奇怪而已 好像 有些家長的做法就是 有什麼事不要在街上搞 在家裡會好些 但是你知道 香港土地問題 家家日本難年的勁 可能回到去 嘩 不知道啊 我猜有很多元 另外一隻老子又在那裡 吵亂八糟 又有老子 又有家婆 阿媽阿爺 又是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香港 我都明白很體諒 那些家長呢 其實是很辛苦的 可能做父母 第一次就做父母 我不是那麼熟悉 我小時候就是 我婆婆管教我 那時候呢 其實都是令我 比較容易平靜一點 他就用很多故事 講很多故事 然後再跟我討論 怎樣怎樣 然後就變成 很乖 很聽話的一個小孩 就是他會跟你講一些話 然後再跟你討論 我知道 你就是這樣 你就真的恭喜你 我呢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 是接收了很多 很負面的訊息 對不起 我有時候 有時候的古怪性格 可能 我 因為佛學之後 令到我很多東西解開了 但我有些很古怪的性格 我沒有辦法 我要告訴你 是一個小時候的一個身教 譬如 我不是很討論 買一些新的東西回來 我很喜歡用一些舊的東西 我不會用一些新的東西 原因就是 我小時候抱著一個小孩的枕頭 我當她好像媽媽一樣 我小時候就沒有 因為我媽媽不在我身邊 我抱著枕頭 抱著睡 那麼 我阿嬤為了解脫我這副癮,就是扔掉我的枕頭 剪爛我的枕頭,用暴力的抗衡 那又不行,我小時候扔奶咀是叫我親自扔的 其實是有back up的,但要自己放棄這件事 你要好好跟那樣物品說goodbye 我明白,所以我當時有這樣的童年陰影 令我對著所有身邊的東西很不捨得 我不捨得那些東西離開我 因為我很小時候就感覺到那種情的傷痛 人有八虎物佛行,一個叫愛別離 我的愛的頭射在枕頭上 其實對我來說那個枕頭不是什麼 我現在說出來不是代表我恨什麼 沒有了那一回事,但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從中解脫得到 很多人大過的陰影是童年的時候織回來的 童年某一些東西,我可以說得出來 其實我當時很小,是因為我一些打坐禪修裡面 去找回我裡面的回憶 我去到哪一點,我去看為什麼我有這個問題 我記得了,原來我小時候是這樣的 我對那種愛別離,產生了那個人格的陰影在裡面 所以我某一些親戚會有一點團職症 他們又是不捨得去扔東西,當然有些就 move on 就看看你的教育什麼 那我就想說出來,其實大人做每一件事 其實對那些小孩子,將來都會有一個很嚴重的陰影 那純粹是看看那些人怎麼管教 那有些人就是覺得整件事好笑 我覺得是不好笑的 純粹是想拿出來,因為既然你不介意他在街上這樣搖 我就純粹拿出來講一講 我覺得做人是要多一點吸收知識 就不要說我上一代是這樣對我 我這樣就對回下一代 我老母常跟我說棒下出孝兒 是不是 那就是這樣 幸好現在香港法例,那些年輕人報警 那些人都是可以被人抓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的進步 但是人的思想沒有進步,這樣不行 你經常說要抓要鎖那些媽媽才懂得怎樣去愛護子女的管教 這樣不行 我覺得做媽媽之前 就是爸爸媽媽是要多一點去吸收多一點知識 怎樣育兒 因為現在你知道,有這麼多資訊YouTube有得看 是不是?有這麼多書有得看 你不跟以前那一代嘛 以前那一代你什麼信息都沒有 看過地圖都說要去書局買的 買一張回來也不准的 你連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現在這麼好的世界,這麼多東西給你學你又不學 是不是?就用一個 行了,有他什麼信 我不是說批評誰 其實一個世界根本每一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這個就是想跟大家說 是除了你教育的孩子之外 你每一個人都不要脫離一個教育 就是不斷地做人做到老,學到老 每個時間你都有東西需要學的 你感受到你這個孩子不懂管教的時候 你會不會,你不懂教的時候 你又學一下怎麼去教人呢? 這個世界有很多的... 你看一下很多宗教教你慈愛 怎樣給點愛的小孩子 其實不是這樣 我小時候是一個新同感受的經歷 想告訴家長而已 另外我有一次走玩具街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在這裏 其實我救了一個年輕人 我救了一個年輕人,令到有玩具買 我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在這裏 在這裏的媽媽買東西 那媽媽聽到我說一句話 她是態度180度轉變的 我跟一個男孩子很大 走到灣仔玩具街看玩具 然後有個年輕人在這裏 那媽媽說不買給他 那你不買給他,你不要帶他去看 然後我就跟隔壁的朋友說 我說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我現在這麼大 我就跟你來走玩具店 我說我想你小時候也是這樣 然後媽媽聽完之後 好像叮一聲 馬上跟他說媽媽買給你 她怕她的兒子好像我這麼大 都還在看玩具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的人在這裏找到什麼呢 就是找到我童年時候的缺失 人個個都是這樣 你懂得心理學,究竟人格那些 告訴你 你任何人格就是你小時候 怎樣去栽培他 他就怎樣反射出來 你栽培得好 當然就會是好 如果你栽培得不好 他又有些奇怪的心理問題 譬如一號人 就是狗型人格一號人這樣說 他是一個非常守規矩的人 他守規矩到那些人是沒有中間的 你犯法 我就要抓你 我就要報警 不管你是我父母 或者怎樣 這個很難說 這些是大家要再討論 或者一些很小的事情 大家沒有親情可言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部電影 說謝霆鋒和郭靖雄 他說 我這樣你又討論我 我這樣你又討論我 我是你表哥 記不記得有一部電影嗎 說一下謝霆鋒 如果在人格來說 這些叫一號人 他自己的內心變成一個法官 原因就是他小時候 在成長的江門期 賴屎賴屎賴的時候 他父母的punish 你賴屎賴屎賴我就打你 我就罰你 總之這個是錯來的 是嚴重的 你一犯錯我就打你 他小時候感受到這件事 他令到人格慢慢變了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不管你是什麼親戚 你無情講 一有什麼我就動你 就是這樣 人格是慢慢演變出來的 或者是一些霸道型的人格 譬如他家是小時候 他就是要做大哥的 你看著你的弟妹 其實他那時候可能都是BB 他可能只有四五歲 但是他下面也有兩個弟妹 他那時候已經變成一個族群的領袖 他出來之後就要做一個大哥 他就變成很霸道 你不聽我說 你就有問題 或者是演變了一些什麼 其實教導小孩或者做人 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所以我經常都說 香港的教育 你是要擴展多些心理學的課程 成為一個必修科 人好像有一本說明書看完 你才知道你的人怎麼用 但是我經常覺得 香港的教育 很多讀完之後 你讀完出來之後 去到社會上班又沒有用 自己人生又好像差一點實用 所以令到很多人 出來又有興趣又沒有什麼 放假又不知道做什麼 對,對自己很不解 但是不要緊 幸好我們是一個很發展的國家 我們很多東西都可以去找回 去了解回 很多東西不是就屈屈屈屈一輩子 你經常不明白 人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人有五韻 有五個情感 你看很多佛學 看很多心理學 你就會明白 原來人是這樣的 你一解決到 你一知道 人有苦 在四聖體裡面的苦 你知道苦 你不要不知道 你知道你為什麼會苦 你知道你就不苦了 你經常以為那些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什麼原因 人本身就是這樣 生來死別愛別來求不得 求不得 剛才說的那些年輕人 可能就是求不得 你要告訴他 原來人是這樣的痛苦 有些事情你得不到 但是你要學會 你要明白所有事情 不是所有事情你都想得到就得到的 你要知道本身那件事的處境 原來這個問題是人本身有的 但是通常有些人就是 你不理他 有的啦 他稍後累他就會什麼的 這樣不行的 你不知道他之後 演變了什麼人格出來 這樣教仔就會比較系統化 以及大家心理也比較平衡 因為你知道香港每天 我們報新聞很多 很多不想看到的新聞發生 但是他不會是第一單 也不會是最後一單 其實這些討論 希望大家繼續學習 終生學習 不要停止學習 令人就是這樣 其實社會很多事情都可以改變 希望這些悲劇 不要再發生 我們的訊息是正面的 當然也希望大家過一個美好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好 各位網絡父母又怎樣看呢 繼續在下面分享你們的育兒心得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一下 留言給我們下支影片見 請問我們下支影片 請問我們下支影片